嘿各位 我是金穿衣 來啊就是要在熱度都涼了之後 再出一部片來證明我的真愛粉身份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2023最新年度的新海城電影私心大排行 OK那如果你是老觀眾 那你應該知道我2019年那個死到就已經有出過一次排行了 如今《靈牙之旅》也上映了嘛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更新時機喔 畢竟這些年間我都有把這些電影挖出來重溫 那我的想法也都是會有些變化的嘛 上一部點評喔聚集到了一共一千多則的留言說 自己最喜歡哪一部電影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啊 所以今天呢就算是名次比較靠後的作品 我也會分享我找到覺得很不錯的留言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即便你的想法可能和我不一樣 但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是有很多 跟你抱持著相同熱忱的人存在的 好那該解釋都解釋完了 超級感謝DC群都麻煩各位 OK321我們開始 首先值得榮耀的第八名要頒給 雲之筆端約定場所 這部...呃...對不起 但他應該是唯一我會說 我不喜歡的新海城變影 原因我上一個排名大周講過了 總之就是這部柔和了一堆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概念進去 但最後啥都沒講出個所以然來 新海城早期的那種文青式獨白風格的敘事 但是在這裡完全起了反效果 角色每一個人都用一樣的方式說話 一堆說再多也沒有意義的科學理論 我得承認啊 這種狠裝比較自我陶醉的深度藝術片 才是我現階段看了會覺得很尬很中二的東西 不過這邊我還是想要特別add一下這位觀眾啊 他是唯一對唯一留言說最喜歡雲之筆端的人 恭喜這位朋友啊 你非常的獨一無二值得鼓勵吼 要說雲之筆端對世界做出最大的貢獻啊 那肯定是他為你的名字的這個經典場景 先畫好了藍圖吧 不得不說 現在看這部電影 真的只能看成靈芽之旅 好啦追逐繁星的孩子 這次就還是維持在第七名 到追逐繁星就已經進入我喜歡的領域了哦 是他當然100%是有一堆問題 比方說把男女主整個行為動機 完全綁在思念開頭這個 一下子就領便當的長矛帥哥上面 真的很大程度限制了觀眾的投入程度 畢竟我 我就還不太認識你啊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要是草泰開頭直接變鑰匙 中途完全不會說話 但琳芽還是說 啊不行我要救他 因為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就就喜歡上他的 那 那電影本來就比較跳躍的感情線 不就更奇怪的嗎 追逐繁星的孩子哦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可是與之相對 老師跟帥哥他弟 這兩個人的曲線 反而都處理的蠻不錯的 尤其是老師哦 他的執著真的是 Carrie整部電影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最喜歡這一部的觀眾的留言 蠻多人提說是因為本作討論生死這個主題 也有人說是因為小時候看過覺得很印象深刻 還有就是死後世界描繪啦 對追逐繁星最常被揶揄的一個點就是超級吉卜利 不過我得也說 星海城這個注重光比較細緻的畫面 用這樣的風格來畫的吉卜利啊 真的是別有一番風味的 第六名 再一部持平 星之聲 星海城耗時七個月 獨立完成的出道作 就可以有這樣的水準哦 著實驚人 打通第一部星海城就已經立好了橫跨之後 五部作品著重描寫的主題 距離 看一下留言也確實很多人都是被這一份 橫跨了宇宙的思念所感動啦 老實說星之聲會在這裡 真的純粹是因為人力與技術的限制 不然的話 以這個題材設定的潛能 我認為絕對是不輸天災三部曲的 在此許願一下 星海城接下來 先不用急著忙下一部長篇沒有關係 請你來稍微重刺一下心之聲好不好 好的 那在我們進入下一名之前呢 這邊要先來做一個友情宣傳 晉串1與滅英白湯的合作 準備要推出啦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但白湯他真的是我認識10年的超老朋友 雖然平常真的夠北極 但唱歌也確實是有溜到一個不行 幾乎跟聲優一樣多變的聲音又在唱歌上 而這次阿湯他推出的新曲MV 我就有幸有參與到負責繪製曲會 這是我的翻唱插圖錯女座 對 不要懷疑這真的錯話的 有興趣的朋友現在就到白湯的頻道 先給他訂閱起來 然後馬上就能聽到超級好聽的歌啦 我最不想面對地方來的 先說我真的連續重排的很多很多次 我甚至有想過乾脆讓這一名直接直接身影喔 因為我知道這一出來一定會被罵 但抱歉數字就只有這麼多 我也實在無法違背我的本心 第五名秒速5公分 欸這難道不是最適合他的一個名次 哈哈哈哈 好 對對對 對不起 相比上一次下降了兩名啊 我當然知道 前擬名時代新海城最受歡迎的作品就是秒速5公分 我留言也收到了很多很多則 絕對是目前講到的作品中最多的 尤其是這一則留言 在深夜的飛機上看 哇 一個很有新海城味道的情境 那個祝福你早日找到對象啦 2019那時的榜單我秒5 第三也絕對不是放假的 我發自內心的覺得前面兩個part做的很不錯 第一篇一個小男生就為了見喜歡的人在那邊搭電車 瘋狂物點心急如焚有沒有 幸好最後還是得償所願 這段故事雖然簡單雖然小 但也正因如此很可以帶入也很浪漫啊 可是問題來了 做第一次高中時期看的時候就有些微感受到 不過那個時候我還是很沉浸在整個很唯美的氛圍有沒有 所以就給他過了 只是現在重刷了好幾遍之後 已經開始超出接受範圍了 也就是第三part 秒速5公分收的我認為算是相當草率 因為前兩part對我來說優秀的點 在於他們都是以一個小事件出發 然後緩慢帶出人物細膩的心境 我就不吐槽到底為什麼每個人都要擺著一副 生無可戀看破紅神的表情哦 對啦 主角因為剛分手你當然可以難過 只是就 到底為什麼延到這裡 電影就只剩下十幾分鐘了啊 結果主角到底長大後在幹嘛交代的極其草率 從頭到尾就是一直愁眉苦臉的在走來走去 最後就無可避免的落成那種比較假掰的文青俗情文 呃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你現階段剛好對生活也感到失憶 我絕對 絕對沒有要嫌棄你的意思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You are amazing 我單純是在講這樣的說故事手法 我現在已經吃不太下而已 第四名 炎夜之庭 好 如各位所知 炎夜之庭是警察以我的星海城入坑作 十年前第一次到影廳看這部電影真的給我帶來很大震撼 雖然說名字這一次還是下來了一點啊 不過在前你名時代的《星海城》中 炎夜的確還是我心目中最剛好的作品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這一部終於把重心從羅列優美詞句 放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上 笑雄跟學野的互動顯得更自然更有人性 同時也把電影暗面的主題休息一陣子 再繼續向前透過鞋子啊 涼亭啊等象征物給安排的恰到好處 欸 沒錯 講好故事還順便滿足自己的戀族癖根本一舉兩得 他的名思之所以變低喔 不是因為掉而單純是因為被超過 最後分享一下這位觀眾的留言 他說他最愛炎夜之庭 理由無他因為他有香菜病 這答案啊 直接給你100分 太有道理了 痾 這個前三名一定會起爭議 但開始講之前我一定要辯解一下 我覺得天災三部曲喔 真的非常的卑鄙啊 他們三個就像是那種湊在一起會自動產生隊伍buff的兄弟一樣 三個人喔 會互相拉抬對方的強度 因為從中你可以看出新海城創作方式的轉換 以及核心價值的進化 這六年這樣看下來喔 我對新海城 越來越能tackle更大更複雜的主題 而不是始終如一的喔 遠距離真淒美 從中更表達出自己獨到的想法感到十分佩服 是 靈牙在這個位置代表她是三部曲裡面我個人最沒那麼喜歡的 理由我點評講的都差不多 這裡就不重複 可是平心而論 這三部電影他們之間的差距真的超級無敵小 我覺得最可以比的應該就是細田手跟奧斯佐肚子的十郎夏三部曲喔 三部都繩得不相上下 我也說我私心最喜歡夏日大作戰 可說實在 我腦子知道這三部的差距簡直微乎其微 唯一可惜的是 沒錯 細田手這個時代已經回不去了啊 靈牙之旅 我覺得她至於三兄弟的強處是她的訊息性 身為台灣人 你無論如何就是無法不對地戰這個主題有感 靈牙天氣擬明 三部都各有各突出的強項 當然啦 你要是覺得 喔 哪有 明明XXX就很有問題 我也阻止不了你 但 抱歉 我講過 這就是我的觀點齁 唉 第二名 你的名字 哇 這是唯一從上一個版過來 名次反而提升的案例啊 當然三部曲的隊伍BUFF是一大原因 不過會讓我越看好感度越高的關鍵 我覺得是擬明的可重看度 真的挺高的 我不排斥 單純就是簡單爽快商業片 因為電影第一優先的目的永遠都不會是別的 就是要好看 而擬明我打從當年第一次看出來 直到現在重看起碼死幾遍吧 我都一直覺得是一部很有樂趣的電影 然後就也沒有更多了 也不需要更多 因為擬明之於三兄弟的強處在於他的結構 龍跟三夜互相交棒帶領故事前半比較歡樂 然而一到後半 那個三年差時間揭露後 一下子危機感就提升上來了 有沒有 這個三年時間揭露 無疑是現代日本動畫片最強且最有力的反轉之一 重點是 當你回頭去二刷 途中總是有很多麵包屑可以撿 樂趣非常高 是 你說劇中的角色都沒什麼曲線 這當然是真的 是 你說你名是天災三部曲中訊息性最薄的也是事實 只不過這一片的重型顯然就不在這裡嘛 你的名字就是一部成仙其後的作品 他的任務是用這個進化過後更老少嫌疑的結構去拍一部 哦 遠距離真淒美的電影 一方面它是舊時代總結 另一方面也是新時代起點 好啦 第一名老觀眾都不會太意外了 就是天氣之子 這一部我覺得真的是三部曲中比較可憐遭受二格現象迫害的一部 太多人在天氣身上要求擬名 但他就不是擬名 要解釋為什麼我最喜歡這一部現在有的琳雅真的很好形容哦 因為天氣它就是BEST OF BOTH WORLD 它有你的名詞的青色浪漫也有琳雅之旅的人物成長 而且其實因為琳雅的人物刻畫有蠻多數角色的登退場時機還有解釋性對話拖累的地方 使得天氣我覺得反而設計的比較好 最棒的是還不只主角翻高一個人的成長而已 還記得我前面講過的嘛 琳雅強在訊息 李明強在結構 而天氣對我來說就強在角色 本作是三部曲裡面唯一從頭到尾只待在一個地方的電影 所以它有辦法讓主角群相當平均的互動到產生衝突 火花 映造以及成長 而這4加1個角色身上所代表的身份 處境又會再回頭去貢獻到電影本身暗面的主題 更重要的是什麼你們知道 就是男女主這次是真的可以花時間相處產生自然的情愫有沒有 就你會驚訝說 哇 原來是在新海城的電影裡面是這麼的稀缺嗎 嗯 至於其他人只說這部片的缺點 不瞞各位啦 我覺得大多都不太合理 舉最常出現的例子好了 翻高太屁 啊 這 就 對啊 請問 這是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因為他一開始是一個天真以為什麼東西到最後都會傳到橋頭自然質的小屁孩 所以最後他主動去開槍 去選擇天氣還是洋菜這樣才有才有意義啊 這就是騙子的本意 是他的優點 啊 不是這套我能理解 只是就不要硬說這個是缺點嘛 不然的話 難道玩具總隊員1 胡迪很自私是缺點 EVA真似是廢物也是缺點 還有 呃 說這電影硬栽太多什麼全球暖化少年十槍的議題 唉 對不起啦 我真的不想傷感情 但我覺得這實在是有點太捕風捉影了 然後 對 這部的結局 屌到星海神必須開一個平行宇宙 不然東京已經淹了 還得再承受一次大地震喔 真的太可憐 好啦 那以上就是景川以我的私心最新版新海神定排行 結束前我再重複一遍啊 這只是我的想法喔 現在的我喜歡的動畫跟高中那個時候喜歡的一定有差 比起唯美高深還氣氛我現階段的確比較欣賞那種真誠笨拙的情感 以及講故事的節奏還有效率 這未來肯定會再改變啦 搞不好哪一天天氣也會從第一名掉下來也說不定 你要是有自己的排名 那很好 可以找一個平台把它發表出來 要是你有那個心好了 那你搞不好還可以用課餘時間自己做一部影片嘛 是不是 但要是你就是不喜歡排名 那我這邊來給你們一個最無話可說的分類推薦表 如果你喜歡就看 如果你喜歡捏捏就選你的名字 如果你是足控就選炎夜之庭 你喜歡腋下 就選天氣之姿 喜歡屁屁 靈牙之旅 喜歡NTR 秒速5公分 如果你喜歡小蘿莉 那就選 有沒有 夠心服口服了吧 OK 我是錫音 初愛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 沒有跟你希望人家也會在一起時局 一定會看 別人的景 documentaries Gег合作詞4很多 Vogels